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第一阶段素预率领华东野战军包围黄百涛兵团 到第二阶段黄维兵团陷入中原野战军包围背肩 直至第三阶段杜玉明率领国民党军队 从徐州撤退至陈关庄全军覆没 经历时66天 淮海战役在这场战役中 不仅是国共双方军事实力的比较 更是作战指挥员个人素质与能力的综合较量 然而武器装备齐全 实力雄厚的杜玉明军团 三十万大军为啥会覆灭 素预带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只是小米加步枪 诱缘何以少甚多呢 一 蒋介石的决策失误 吕氏春秋盛小中有一句话 僵尸一令 而军破生死 意思就是将领一道失误的命令 将导致全军覆没 生死名裂 所谓一朝不慎 全盘皆输 就是这个道理 蒋介石尤其是在两军对垒时 情况千变万化 危机四伏 统兵的将领 必须仔细分析敌情的变化 即使采取正确的措施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军破生死 淮海战役中 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首领蒋介石 就因一道错误指令 让杜玉明的三十万大军 覆灭在城关庄 拿破仑有句名言说的好 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 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 这句话用在蒋介石身上比较合适 在淮海战役中 蒋介石下指挥 让已经突围的杜玉明 去救援皇为兵团 最终葬送了自己三十万国军 国军领导团 1948年9月下旬 当时国内的形势 已经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内而外都对国军是各种不利 蒋介石也自知这些 所以一直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 国军将领们犹如惊弓之鸟 会议结束后 国军开始重点防御 派出大量的重兵攻守战略要点 当然我军也不是吃素的 9月份便在会议上确定建军500万 坚敌500个旅五年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 素玉在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济南之后 素玉开始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 表示可以继续向淮英 淮安 高游 海州等地发起进攻 这一计划得以批准 淮海战役从此拉开帷幕 当时 国军在徐州地区总共聚集了80万人 蒋介石任命刘志维徐州较总司令 11月6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全面进攻 此时黄百涛第七兵团正加紧过桥 孤立无援 再加上何积峰和张克霞带兵起义 魏华东野战军扫清了前方障碍 国军兵团随后素玉下达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务必全监黄百涛兵团 无奈的黄百涛只能退往碾庄 得知此事的蒋介石大怒不已 他马上撤了刘志 安排杜玉明前往徐州接替指挥作战 杜玉明接任后 还是按照原先的战略部署 让邱清泉和李密带领部队支援黄百涛 我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 主动后撤 邱清泉和李密两人果然上当 并且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于是二人谎称徐东大杰 大肆渲染了这场并不存在的战役 杜玉明18号晚上没有等到援军的黄百涛 就迎来了华野的总攻 最终黄百涛被我军击毙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我军优势大增 1948年11月24日 黄维兵团渡过快河与我军交战 他打算以四个师的兵力齐头并进 突破中野的包围 然而 国军这四个师中的先头部队 110师的师长廖运舟是地下党 他带领全师起义 此次起义对黄维兵团影响颇大 使黄维原计划的突围没有成功 再加上蒋介石命令黄维死守待援 黄维再也没有组织过突围 黄维 蒋介石意识到徐州形势严峻 便把杜玉明喊到南京 要他放弃徐州撤退 但杜玉明不愿听从 杜玉明认为放弃撤退是自寻死路 但在己经劝说下无可奈何 杜玉明同意了这一决定 回到徐州后 杜玉明开始按照命令向西撤退 素玉得到消息后 派七个纵队随后进行追击 怎奈杜玉明有30万人 且机械化程度较高 既难追上也难吃掉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蒋介石的又一个命令 让已经跑出包围圈的杜玉明 却支援黄维 这个消息让杜玉明信仰半解 但他不敢违抗老蒋的命令 只能调转部队支援黄维 蒋介石的催命性另一边 素玉正考虑兵力不足的问题 突然接到蒋介石杜玉明支援黄维的情报 不禁拍手较好 此时淮海战场只剩下被包围的黄维 素玉决定先解决黄维 对杜玉明采取手势 随着炮声遍布 漫天硝烟 黄维兵团最终被歼灭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此时国军只有还在路上的杜玉明 及30万大军 蒋介石的这一命令 让杜玉明覆灭已成定局 国军兵团二杜玉明的预退不能 孙子兵法有言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实际上早在11月30日 黄维兵团已经被围 杜玉明知道大事不好 如果他听从蒋介石所言 清朝去救 可能同样陷入解放军的包围 也是在劫难逃 因此杜玉明才于当日带领30万大军 开始从徐州撤退 向淮河流域前进 国民党军队尽管夙于当即 命令华野九个纵队 不顾敌机的扫射和轰炸 不分昼夜的沿着公路极尽追赶 却无奈于杜玉明军团 是个善于使用机械化力量的部队 武器装备精良 军车众多 以解放军的两条腿 在平原上无论如何 也难以追上国军的四个轮子 然而 就在杜玉明即将逃出升天之时 突然收到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 信中表示 如果黄围兵团被消灭 国民党就将要亡国灭种 蒋介石命令杜玉明 转向随西口攻击前进 以解黄围兵团之为 杜玉明看完信后十分绝望 无奈的杜玉明 在如此困难的战局之中 蒋介石依然不肯丢居宝帅 依然舍不得出身嫡系的黄围兵团 这种赌徒心理必然导致全军覆没 原本 杜玉明准备来个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他想按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 再向解放军展开攻击 解开黄围之为 可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旦在向永城撤退途中 遭遇共军截击 遭受重大损失 又不能解黄围之为 恐怕要受蒋介石的怪罪 最后他也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经过再三考虑 杜玉明决定听从蒋介石的命令 杜玉明集团非但没有救出黄围兵团 反而把自己搭在了里面 杜玉明挥下三个兵团 皆为解放军所围困 被围困的国军 三毛泽东的高瞻援主 在淮海战役的筹划组织 实施全过程中 毛泽东给予了细心的全局性指导 他通过对坚敌目标的分析 轻心谋划并做出战略部署 使战役指导能够符合 不断变化着的战场实际 确保各个阶段坚敌目标的实现 虽然杜玉明已经被围 但是华野大军想消灭他 也并不容易 我军战斗从12月6日到14日 维坚杜玉明集团的战斗打响 我军虽然不断压缩敌军的防线 却始终无法达成分割维坚的目的 这是因为作战经验丰富的杜玉明 布置了蜘蛛网式的防御阵地 同时采取集中主力 以战车为先导 反复攻击我军的某一个村落 就在这个预攻难胜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发来几电 提议就宪阵地态势休息两周 只做防御 不做攻击 毛泽东提醒诉欲 违将者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毛主席他之所以采取保守战术 目的是不要打草惊蛇 作为全军统帅 毛泽东的着眼点 不仅在于淮海战役本身 同时也在于全局 如今 国民党嫡系中兵集团还剩两个 分别是杜玉明集团 以及华北的副作义集团 因此毛泽东认为 此时意为不义功 如果杜玉明集团被围 蒋介石手中已不存在机动力量 他唯一能调动的部队 只有副作义集团 副作义一旦全面进攻杜玉明 蒋介石必会狗急跳墙 加紧将副作义部队调往江南 如此一来 蒋介石建立了长江防线 再想迅速解放全国就难了 因此 毛泽东于12月11日做出一个决定 离间灭黄围兵团后 留下杜玉明指挥之邱青权李弥 孙元良助兵团之余部 两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 休息中的战事 毛泽东对蒋介石可谓是了如指掌 他暂缓进攻杜玉明集团的决定 果然让蒋介石做出了错误判断 他将副作义留在华北 让他固守待援 以待时局之变 牵制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南下 很显然 无论是华北副作义军团 还是杜玉明集团 蒋介石都想保住 但是最终结果却证明 蒋介石将输得一败涂地 四 战神素玉的以一代劳集战略指挥 战神素玉杜玉明在11月10日晚紧急到徐州 指挥这场战役时 徐州脚总总指挥官人为刘志 所以他在战场指挥调动上不占有绝对主动权 另外 杜玉明的计划如能顺利实施 将很可能扭转徐州战局 挽救国民党大部备为军队 但当他接到蒋介石空头的亲笔信时 还是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作战部署 这也表明 杜玉明放弃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性 也就等于放弃了赢得战争的机会 其后 华北副作义集团屡遭重创 南下之路已被阻断 整个副作义集团已经成了问中之鳖 此时被围的杜玉明集团 早已陷入了绝境 我军宣传攻势古语云 兵无良而自散 杜玉明的30万大军 就面临着这个情况 杜玉明集团被围 梁氏早已断绝 军队的饥饿陷入了极点 而寒冷恶劣的天气 更是江城关镇变成了人间地狱 国军粮食弹药的补给 只能依靠空头 由于天气的恶劣 国民党空头的物资也十分有限 战士为了争抢空头的食物 打得不可开交 为抢粮而打死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此期间 华野部队得到了极好的修整 人员和武器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数百万老百姓推着手推车 人员不断地将粮食 蔬菜和猪肉推向了前线 华野的战士们不仅吃得饱 而且吃得好 百姓供给的物资 我军趁机对国军展开宣传方式 不但把香烟 食物送到敌军前沿 还把装着劝详性的枕头大肥猪送给国军 不战而屈人之兵 饥饿的国民党官兵 开始不断越过阵地向我军投诚 开始是少数的 以后越来越多 这些人员大部分被编入我军 就这样 投降的国军 每天都能吃上猪肉炖粉条和香喷喷的肉包子 更是乐不思数 然而杜宇明却困兽油斗 四面楚歌 我军发起总攻 1月6日 休息了20天的华野战士们体力充沛 士气高昂 炮兵和后方补充的弹药已经就位 一场战斗即将开始 当天15点30分 速遇下令发动总攻 我军以优势的火力覆盖了敌军的阵地 国军经过速遇20多天的正直攻势 加上饥寒交迫 早就没有了斗志 一击就垮 9日黄昏 我军先入敌中心阵地 敌五大主力仅存的第五军被全歼 杜玉明集团土崩瓦解 10日上午10时 战斗结束 邱清泉被击毙 李弥帅少数残不逃遁 杜玉明假扮军需官高文明 速遇以礼相待 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杜玉明 战败后的杜玉明 杰宇 速遇维艰杜玉明战役速遇的英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